你知道互联网时代毁掉一个人有多容易吗 你只要把一个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 就可能让一个人万劫不复 前段时间有个视频内容是一个老人正在被一个女司机嫌弃 女司机还在激烈地说着 你臭死了 你下去之类的话 瞬间引发了无数人的愤怒 一时间各种谴责谩骂铺天盖地 网友仿佛化身正义的使者 恨不得这个女司机万劫不复 后来事情又反转了 原来是当时正敢放学 这个老人身上特别臭 而且一天坐这趟车坐好几次 还会去跟别的乘客搭讪 甚至让别人跟他回家 这时候女司机就想着 让孩子们赶紧上车回家 就拒绝了老人 可能在这个推散的过程中 有些情绪过激了 真相大白之后 对这个老人的谴责又一次铺天怪地 网友们仿佛化身正义的使者 恨不得这个老人万劫不复 再后来网上传出当事女司机被开除了 网友们再次化身正义的使者 谴责这家公司是非不分 恨不得这家公司万劫不复 讽刺的是 在整个过程中 司机老人公司是三叔的局面 而成意识之快的网友 却在三五天之后 便淡忘了所有的相关的人和谁 你可能会好奇 如今的互联网为何如此充满力气 是这个时代出了问题吗 其实并非如此 不知道你对初中课本中 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 还有没有印象 他的结尾我至今历历在目 你的忠实的朋友 从前是个正派人 可是现在成了伪证犯小偷 道师犯九疯子 舞弊分子和讹诈专家的马克吐温 而他的竞争对手 用的只是一个古老而经典的舆论手段 泼脏水 为什么泼脏水这么有效呢 它的原理很简单 如果想要让大家认为 某一个人的某句话是错的 我们不用去反驳和争辩这句话的本身 而是去找各种证据 去旁敲侧击地证明 你是个有问题的人 你的立场有问题 你的思德有问题 于是你不是一个好人 因为你不是一个好人 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 便自然大大的有问题 他们自然是不可信的 是别有用心的 这个在逻辑上是个典型的谬误 但是到了舆论场上却无往不利 为什么 因为公众从来都是根据情绪和喜好 而不是逻辑和道理来做出判断的 前者很爽 后者还要我动脑筋 我只是个来吃瓜的而已 你还要我动脑筋 得了吧你 就像这段视频 能看到这里的人不超过10% 而这10%几乎约等于理性认知能力 排在前10%的网友 我接下来的这段话 可能会更加扎心 当你遇到一个认知比你低的人 你会发现根本无法改变他 或者说服他 他们会拒绝一切新鲜事物 尤其是不能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他们的信息来源的质量非常低 习惯了被别人投喂信息 道听途说 朋友圈里面别人分享的营销号文章 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 他们对于任何信息没有判断力 跟他们观点一致的就是对的 其他的观点都是错的 他们常常自以为是 又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特别容易被煽动仇恨 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 绝不宽容 虽然很扎心 但这就是舆论的真相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如果有人想抹黑你 把你过去一年的微博知乎 各种地方的演讲采访论文 你的直播录评 找蛛丝马迹加以改编 如果一年内找不到 就扩大到五年十年二十年 总能找到 一旦得逞 舆论就会一拥而上 届时你就百口莫辩 现在这股力量就摆在你我面前 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是瑞森 关注我比真相更近一点 抖晕